早上好朋友们 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我来在这边睡觉 还是比较安静 但是 就是比较冷 不过 屋里上到处透风 我将要老鼠 这要表达办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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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现在开始准备做午餐 今天有没有 人游图人山天 准够长 用伸法借钱 谁歌声中轻言 唱全歌 齐齐来一篇 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 今天中午就吃得比较随意 因为没有菜了 还好前几天晒了一点干鱼 随便应付一下 说实话 确实还是有点想家了 孩子老婆 热炕头 今天下午就回去一趟 喂鸡的饲料也没有了 喂鱼的饲料也没有了 还想买一个小的冰柜 可以放点肉啊菜在里面 改善一下伙食 或者有朋友过来了 也好有菜来招待他们 没有钱寸步难行 后面我计划 看如果天气好的话 做点香肠 这几天鱼塘在施工 我必须要守在这里 后面还要计划把 果树的树枝修一下 一年要想挣到两万块钱 鱼塘是最关键 等鱼塘弄好了 就是这二八斤的 要用钱的时候了 那时候弄一批鱼回来 可以做垂钓 如果每天只出不进了 这样很难运转起来 只要每天稍微有一点点进账 我就可以把这边慢慢的启动 所以这个鱼塘就是最关键的一环 现在我每天就要守在这里 因为我老婆答应了 还要给我一万块钱 一直都没有表示 我也不好意思找她要 但是这次是真的急需用钱 鸭鸡鸭鸽都断粮了 还有鱼 你不喂点东西的话 到了过年前 她只会越养越瘦 吃完饭就回城了 希望我给我老婆要钱顺利 希望大家帮她点个赞 鼓励一下